3月23日晚 甘孜文旅局局长刘虹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他一手拿锅一手拿错 面对刘虞 你最近躲哪去了 的问题 他手中工作不停 郑重地打倒 不过 今年的2月底 有网友爆料到甘孜旅游 因大学崩路退订酒店 反遭乡旅酒店荣霸 他想象如果真的住进去了 有我的身份弟子 这种商家会干出什么事 刘虹得知后发布视频表示 已将乡旅酒店查封 如果是谁砸了我们甘孜旅游的锅 我一定砸了你的饭碗 随后3月初 一位旅行者驾车前往甘孜游玩 短短4分钟就遭到了三次蓝车要回报 在那给了的 那边不是我们一会儿 9日 当地警方通报称 对涉案人员依法做出行政处罚 对于刘虹此次视频中表示补锅 网友纷纷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